中交 各位同學 各位媒體的朋友 我們在立委補選後 另外發現到馬英九總統不是禁師民信而已 而是更進一步要掏空台灣 大家說是史上最敗家的總統 史上最敗家的總統 施政無能 然後又是敗家賣主財 我們從這個表可以看得到 馬英九上台之後 他所提出來的一些政策 就已經把台灣的財政 負債了八千七百三十一億 八千多億的一個負債 那麼這幾下也都看不出政策上的一個效果 但是確實要讓台灣負債八千七百三十一億 這個是國民黨執政提出來的他們的預算 這個預算裡面 九八年跟九九年 九八跟九九 光是出售土地 出售我們的國家的這個財產 土地 八千八年就編列了預算數三百四十一億 九九年編列了四百三十二億 那因為有這麼大的一個財政的缺口 稅源就因為經濟不景氣 施政無能 沒有辦法增加我們財政的收入 只好賣土地來補財政缺口 賣土地來補財政缺口 對於死亡對敗家到底是甚麼 死亡對敗家的份 吳頓利今天在立法院宣誓 暫動 暫情 台北市驚華異段的這個土地標授 是這個樣子嗎 吳頓利又在北山囉 吳頓利又在北山囉 這個是國有財產局的公告 统计 99年2月25号公告 开标日期是 99年今年的3月11号 一个多礼拜以后 11号等于是 还不到10天之后 马上要开标 这个金额 刚刚要把 没有一锅 光是这个标 有十几个案子 台北市的这个新华地段 总共有13个案子 总共有13个案子 光这一边就要高达 6亿4千万的底标 土地的这个出售 13区 这个要停吗 这个要停 继续公告 2月1日的公告 3月11号马上要开标 要担唤立即紧急的判停嘛 看不到耶 只是在立法案这边啊 那么 公北上 说要暂停 我们看不到暂停的行动 所以 政策无能 造成财政重大的缺口 现在要用外主产 来补财政缺口 是史上最代价的总统 史上最代价的政府 我们啊 全民啊 在补选之后 民意已经 刚在那种程度 对马银九已经 极度的不信任 如果马银九还不学习 不乱的话 五路跟 2012的总统 马银九要 影eds苦果啊 考生你受受 任理会游息 满血 b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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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mes